9個應該停止迷信的事實 有一些所謂的事實 之所以讓我們深信不疑 是因為我們聽了太多次 而且身邊的人也都相信他們 我打賭 你會相信牛奶有利於骨頭健康 或者聖母風是世界最高峰 在我們揭曉真相前 這裡有個事實 絕對是真理 如果你點擊那個訂閱按鍵 並且打開旁邊的消息提醒 你會知道每天亮生活頻道推出的有趣而廣播的影片 現在讓我們來揭曉這個清單吧 從這裡開始 9 安慰劑效應只對人類有用 你可能從來沒有聽過安慰劑效應這個奇怪而迷人的現象 這是指一個人的健康狀況開始好轉 僅僅因為他相信自己正在接受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治療或藥物 聽起來像在騙人 我知道 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透過給人體一顆只含糖水或鹽水的藥丸 然後身體啟動真正的痊癒過程 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 更驚人的是 安慰劑效應可能對寵物同樣有效 舉例來說 當一隻寵物狗生病時 他的主人給他餵食糖或維他命 狗狗的身體會有良好反應 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獸醫學院的科學家 在患有顛尖的狗狗身上 證實了安慰劑效應 8.牛奶對骨頭有益 廣告宣稱奶製品是鈣的主要來源 而鈣對我們的骨頭非常重要 但特別是牛奶 我們從小就被一再告知 保持骨骼強壯健康 天啊!只要聽到鈣 腦子裡出現的第一個詞就是牛奶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牛奶所含的鈣 並不能防止我們骨折嗎? 哈佛大學的科學家發現 不常食用乳製品的國家的人 其實更少受骨折困擾 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強骨骼 飲用大量牛奶其實沒有意義 你可以從沙丁魚、鮭魚、豆類、杏仁 和無花果中獲取鈣 7.巧克力引起挫瘡 很多人不吃巧克力 是因為他們害怕這會引起挫瘡大爆發 好吧 不用再忍了 因為這根本不是真的 James E.Forton Jr.博士 和其他幾位皮膚科醫生 就巧克力與挫瘡之間所謂的聯繫進行了研究 他們給65位一掌挫瘡的實驗對象 使用了巧克力棒 其可可含量比巧克力高出10倍 結果發現巧克力不會損害皮膚 而且根本不會對皮膚有任何影響 根據洛杉磯的皮膚科醫師 Ava Shamban博士完全贊同 甚至更進一步說 基本沒有什麼證據能支持吃巧克力 會讓你暴鬥的說法 所以去吧 專家發話了 不要猶豫去拿那根巧克力棒 因為你不用擔心會長錯瘡 但是巧克力還是要有節制的吃 以免發胖 說到發胖 我們都相信 6.跑步必須每天堅持 在一項為期30年的研究中 來自博明漢大學的科學家發現 每天跑步 對保持健康好無用處 甚至還會損害健康 太多的耐力跑 會讓身體超負荷 從而不利於健康 另一項研究發現 馬拉松運動員血管中的血小板堆積 會降低血液循環 最終帶來嚴重的心臟問題 如果你想保持健康 而且喜歡跑步 建議慢跑 並且一週兩到三次 而不是每天跑 英國心臟基金會的高級心臟護士 Maurine Thobot 說少量且適度的慢跑 比劇烈跑步更有利於健康 5.聖母峰是世界最高峰 世界各地的登山者 都試圖征服世界最高峰 確實有人做到了 並且 當然如果我們說的是 海平面以上的最高峰 聖母峰是當之無愧的老大 但如果我們說的是 普遍意義上的高峰 甚至那些從海平面以下開始的山峰 那聖母峰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大 新的第一把交椅 要歸莫納克亞山 一座位於夏威夷的火山 這座山峰在海平面上的高度是4205公尺 但是它還有約6000公尺 藏在水面下 這使得莫納克亞山 從山腳到山頂的高度達到10210公尺 所以它確實比聖母峰的8848公尺要高 4.黑洞是一個...好吧 洞 愛因斯坦在1916年的時候 就用它著名的廣義相對論推測了黑洞的存在 但是創造這一術語 並在1971年證實其存在的是美國理論物理學家 John Willard博士 但它們真的是動嗎? 好吧 美國太空總署說 不,它們不是 實際上 它們只是重力大到連光線都無法逃脫的空間物體 黑洞實際上是不可見的 露眼根本無法看到它們 但是天文學家可以透過超級先進的太空望遠鏡定位它們 因為靠近黑洞的恆星運行方式與其他恆星不同 3.雷雨天在車裡較安全 有一種觀點認為雷雨期間在車裡是安全的 因為汽車通過橡膠輪胎接到地面 橡膠可以有效阻斷電流不假 但這並不意味著閃電時你在車裡是絕對安全的 這只是個神話 汽車是個好的藏身之處 僅僅因為它是金屬製成的 而且只有在車門和車窗都關閉的情況下才會有用 你看 當一道閃電 擊中車頂時 電流會隨著車身流向地面 所以不是橡膠輪胎而是金屬外殼能在雷雨中保護你 問任何人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在哪裡 他們幾乎都會告訴你 啥? 撒哈拉? 但是他們很少會知道這不是真的 想到沙漠 我們想像出來的就是一片毫無生氣極度乾熱的沙地 但定義上來說沙漠是指降水量很少的地貌 這樣說來 占地14萬平方公里的南極洲 嚴格來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 而撒哈拉以9.2萬平方公里的面積 屈居第三 你可能好奇 實際上沙漠分4種極地沙漠 像南極洲和北極圈北部 亞勒帶沙漠就是我們熟悉的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地區 寒冷的冬季沙漠 比如中國的戈壁灘和蒙古 以及美國的科羅拉多高原 涼爽的沿海沙漠 如智利的阿塔卡瑪和非洲南部的納米布 火星是紅色的阿 那顆紅色的星球 古代羅馬人以戰神Mars為它命名 因為它血紅的顏色 古代埃及人稱它為Hair Desher 即紅色荷魯斯 中國古代的天象家稱它為火星 所以這個地方很顯然是紅的 對嗎? 好吧 火星的真面目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揭露 這就是當美國太空總署的Viking One Lander 成為降落在太陽系第4顆行星上的首架太空船 並拍下的一些照片 原始照片顯示的是藍色的天空 而不是粉紅色 Viking One Lander拍攝的照片 是火星看起來比實際上更紅 如今美國太空總署承認火星的有些部分 是藍色和灰色的 哪些不那麼真實的事實最引人注目 還是你已經知道有些不是真的 在下面的評論區告訴我們吧 如果你從影片裡學到了新東西 那就給一個讚 並且和朋友分享 別忘了訂閱來加入亮生活的大家庭